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教材上弄是一个内容比较少的边缘章节 所以我们讲的比较快 选取有限的几个知识点进行讲解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点 关于汽车退出机的排出要求 但这个里面有一些点可以出选择题 所以我们看对于排出工作面 要求向坡顶线方向有2到5的 意思是我们说的2%到5%的 这么一个反坡 这是谈到了这个反坡的这么一个要求 那么第四呢 排出作业的时候要求专人指挥 但是它下面谈到了我们的排出作业区 如果存在一些情况 我们要求停止推出作业 所以烟雾粉尘照明 导致四聚小于30米 这是第一种情况 四聚小于30米 这一个恶劣天气 暴雨大雪大风 这两类情况停止排出 汽车进入排出场的限速 距离排出作业面 50到20米 速度低于16 50米上位低于8 这个要求大家明确一下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是对于排出场的安全度分类 大家知道我们在前面第四章 讲了伪矿库的安全度分类 那么这个排出场的分类 它分成三类 危险库 病库 和正常库 所以危险 病级和正常 我们刚才讲那个伪矿库 它分成危险 病 正常 所以 大家注意 当然这个排出场的安全度分类 主要根据它的高度 地形 基底的软弱层厚度 和排出场的稳定性来确定 所以 这么适量 那么 我们看一下 有关情况 下列情况之一 为危险排出场 坡度大于25度的基底上顺泡排出 软弱层厚度大于10厘米的基底上排出 在排出场出现大面积 非均匀 沉降 开列 这些滑动迹象 那么排出场 排出平台为顺泡的 其实排出场没建安全车挡 铁路排出场 铁路线顺泡和距离半径大于 归层最小值 当然能这些达不到设计规范 泡汇水面积大而未修排水沟 或者修了 但是严重堵塞的 雨推立法 你修小于1.0的 这都是我们说的 这个危险基的 那并基的呢 你看基的条件不好 由于排出场断高 而台积上虽然较大成量 排出平台没有反坡的 这个安全系数大于1.0 小于设计规范值 所以大家清楚 这个安全系数大于1.0 也不可以 还要超过这个规范值 这个安全路低 打不到设计规范要求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并基 正常的呢 我们看基地交好 有效处理 各项探索符合设计要求 大家注意这个安全系数 大于1.15的 这才是正常的 它的各项设施符合设计要求 所以这个关于这个 危险级病级正常级 这三类推出场 安全度 要注意 因为我们企业呢 要把这个排出场 安全评价工作 纳入矿山的安全评价 它是我们整个的 安全评价的一部分 那么在森林焕发 安全证据序症的时候 大家注意要由我们 向应支持的中介服务机构 对排出场进行安全评价 所以大家还记得 我们前面讲的 伪矿库的安全评价 三年一次 安全现象评价 它没有专门谈 中介机构的问题 知识单位的问题 但是排出场要求 有知识的机构 进行安全评价 第三个知识点 对排出场整治要求 对危险机的排出场 要停弹整顿 处理不将基底 处理滑坡 修复 疏通排水垢 所以对滑坡 基底 排水垢 进行整治 那么所以我们 如果考试 考一个很冷的题目 对排出场如何整治 我们就要考虑基底 滑坡 也就是我们的排出参数修复 以及排水垢 所以大家要清楚 这些基本的思路 我经常讲 我们按理题答题 关键是要找出思路 有了思路 我们列出要点就可以答题 这是对危险机的 当然对病机的 消除隐患 控制成降 仍然是将排出参数修复 所以成降的问题 还是排出参数 这是这个病机 正常级不涉及到整治的问题 下面第四个点 滑坡防控 排出场的滑坡防控 大家看 要做好前期设计 和建设论证 实际上是一些源头治理 前期设计做好 第二个就是调整 排出工艺 第三个 完善排废设施 第四 修建防护挡墙 这是排出场防控设施 这么一个要求 那么第五个点 是排出场坍塌与沉陷的防控措施 因为我们怎样避免 排出场坍塌与沉陷呢 在选第一 避免寒头量大的费时 集中排放 你在一个时间 一个部位 集中排放 那就很容易坍塌 沉陷 所以比较均匀 给它一定的沉降时间 要避免产生坍塌沉陷 控制排出强度 间歇式排出 第三个 加强动态连续检测 所以控制强度 加强检测 避免集中 这是我们坍塌陈陷的防控措施 所以明确这几点以后 我们即使遇到比较冷的题目 我们也能打个差不多 所以大家对这种点 要注意 积累 最积累 这是第五点 第六点 关于泥石流 大家注意一个泥石流的形成 它有基本条件 首先它的物质条件 要有这么一个松散的沿途 第二 有地形条件 地形比较陡峭 你很平缓 它当然不会有泥石流 第三 要有水 所以在泥石流区的上中游 有较大的会水面积 和充足的水源 在泥石流分为滑坡型 和冲刷型 这是我们排除上泥石流灾害的成因 三个基本条件 当然这个题目 这个点 非常容易出一个小案例题 这个和我们讲 瓦斯爆炸的条件等等 那些都差不多 第二是泥石流的防空措施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案例点 那么防空从设计 选址 施工方面 再看选择最合适的场子 第三是合理 控制排延顺序 第三呢 销能 设立 泥石流的消能设施 第四呢 积极处理 排除上基底 第五 泼面 防射 第六啊 自速造零 避免水土流失 所以泥石流的 看从长子 排延 消能 处理基底 防射 这个水土流失上 来考虑 所以像这种点 大家不要使劲用背 大体记一下 能写个差不多就行 像这种点属于边缘性 如果考试出来了 就属于比较冷的一点 但是比较冷的知识点 我们如果有一定积累以后 就能写个差不多 这不是我们重点掌握的点 但是我们也能写个差不多 这就非常理想 所以大家 对这类知识点 要从这个角度来进行掌握 第七个点 排除上的总体管理措施 所以大家看 从检查的角度 检测的角度 关闭复肯的角度 来进行回答 也就是说 如果出这么一个题目 如何对排除上加强管理 我们就加大监督检查 定期巡查 然后进行检测 动态的检测 连续的检测 然后从关闭复肯 这个角度谈一谈 也就差不多 所以我们既然讲到了这个点 我们就必要说一下 万一考到了我们怎么处置 怎么应对 这就是我们讲这个点的 也基本的出发点 好 第八个点 是它的安全检查内容 就是平时 刚才我们讲 总体管理 第一就是要检查 再看它的检查内容 排人图参数 变形裂缝 低谷滑坡 那么对非正常级的 排除上的检查周期 得看对危险级的 每周不少一次 病级的每月不少一次 但对暴雨和讯息 正经检查次数 所以危险度越高的 检查的频度越频了 也是非常容易理解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个题目 得看企业对危险级 排除上的安全检查 我们刚才看了 每周不少一次 所以这个题目 选病 好 所以我们这个排除场 在我们整个的 这个金属非金属光害当中 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内容 所以我们大体 选取这么几个知识点讲解 这节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在研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